由于我每次都把这群蚂蚁的食物拿走一大部分 导致蚂蚁的数量越来越少 随着蚂蚁数量的减少 蚂蚁每天找到的食物也越来越少 其实我知道这一切的原因都是我的贪婪导致的 我还知道如果每次我只拿走蚂蚁一半的食物 蚂蚁就有足够的食物去大量繁殖后代 蚂蚁的数量多了 每天找到的食物也会越来越多 而我得到的食物只会更多 但我就是不改 我不仅不改 还要埋怨食物少是蚂蚁的懒惰 还要劝蚂蚁多多繁殖后代 其实照这样发展下去 我知道蚂蚁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从而对我发动攻击 但是我不怕 大不了到时候我再拿出一点食物 去供养一群强壮的蚂蚁 让这群强壮的蚂蚁去对付这些反抗的蚂蚁 即便就要是我输了也不要紧 大不了我就搬家 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也拿了蚂蚁不少的食物 不管去到哪里我都饿不着 呵呵呵 唉 这就是蚂蚁的命啊